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走遍中国》 每年的春更和秋收前后 各地都会举行各种各样的活动 来祈求风调雨顺 庆祝五谷丰登 福建龙岩一带的人们 会在正月十二台上观光像 悄悄打打地闹春田 草原上的蒙古族牧民 则会在每年的七八月份 举行纳达木大会 用摔跤 射箭 骑马等比赛的方式 来庆祝丰收 在比赛中获胜的人 会被认为是草原上 最有勇气和力量的人 而张家界的石燕平村 由于世代以耕种为生 这里的人们将插秧 也变成了一项娱乐比赛 在所有的田地都耕种完成之后 石燕平村的人们 会流出最后一块田来胡苍 祈求风调雨肾 五谷风登 而在胡苍的插秧比赛中 还要全力以赴 因为这过程当中 如果你一不小心 可能就会被关了猪笼 那么石燕平村的胡苍 胡的是什么 关猪笼又是怎么回事呢 每到农忙季节 石燕平村的村民们 就会相互帮忙 今天是全喜平家插秧的日子 作为主人的全喜平 要为来帮忙插秧的邻居们 准备一顿丰盛的早饭 而这顿早饭最重要的主菜 是用湖南西部常见的腊肉制作而成的 将用五花肉腌制的腊肉 放入锅中煮熟 再切成厚薄均匀的薄片 装盘的时候 会将最大的一片腊肉 泼在整碗肉的最上面 这片肉称为盖面子肉 这块肉 每家每幅插秧的时候 插上瑜的人 才有资格吃这块肉 这块肉不动 谁也不敢吃 上瑜就是头一鸡和下甜的那个人 这个有什么说法吗 这个说法就是 本地当地的人插得最快的人 一般是鸡和下甜的 插上瑜的人 他插得最快的 他就才有资格吃这块肉 就是说这个还象征了一种浓郁 对 一种人肉 这种人肉是 很久很久传下来的一种人肉 原来吃盖面子肉 不光要有胃口 还要有真本事 直到这顿早饭快吃完的时候 都没有人动这块盖面子肉 最后甚至为了 谁来吃这块盖面子肉 争执了起来 但是按理说要让我的侄子他插羊比较快 因为要他吃 那是这 真正你根插羊啊 我给你切 给面子肉 对 我不想要 你自己要 这是你自己插羊 应该你自己插商业 你的功能 你插得软快大酱 你干得软快 还有一个人 还有一个人 来 来 好 大家这些来去啊 我去把它吃掉 那这都 你根不插手 插出来去 就把这个吃掉的 好吗 大家都针起来了 这得一口吃完嘛 多合适 两口 这个一口必须吃完 两口得完 在大家的一致推举下 全喜平接受了这块 象征着荣誉的盖面子肉 这也意味着 他在今天的胡苍中 多了一份责任 胡苍是实验平村 在插羊市进行的 一个传统仪式 通常会在最后一块 没有耕种的田地中进行 插羊比赛开始 早饭时吃了盖面子肉的人 要第一个夏天 插羊比赛时 也必须插得最快 否则就会被关珠笼 好 比如 折这么一球大田 我吃了那大块肉 我鼻子围在那个前边 我插了个上翼 接二个人下下的人 他插内穿 我们同时这么插插插插 接二个人如果是 收得比较快 他的轨迹比较小 他这样就站住了 我就就关珠笼了 比赛开始 全锡萍第一个夏天 插处不到十米 他就已经甩开第二名 一大截了 分出胜负后 胡仓的重头戏才开始 人们纷纷跳下田杆 在水田里互相追逐 并派打新民表示重负 今天我感到很高兴 因为我没有被关珠笼 我始终还是这个村里 插阳最快的人 混乱中 记者加入了村民的泥巴大战 就连正在拍摄的摄像师 也收到了村民们 满满的重负 还是酒吧 还不够吧 还不够吧 还是酒吧 还是酒吧 是酒吧 还是酒吧 还是酒吧 看這個泥土這麼清靜 你才能感覺到 從泥土裡面 獲得豐收獲得生存的 那種滿足感 真的是特別特別的滿足 雖然很累 這個是今天 被護你最多的人 為什麼您今天被護得最多 因為我是主人 主人要被護得最多 對對對 為什麼呢 因為護得最多 就想著我今天又大豐收了 這個跟咱們老祖先的 主婚有沒有關係啊 有關有關 一頭熱刀 我今天向這個大豐收 我是殘城最勤勞的人 其實我有一個建議啊 剛才大家都在護我 這兒她是咱們今天的主人 咱們一塊兒來護她 好吧 好 護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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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護沧的插陽比賽中 獲得勝利的人 會被認為是村中最勤勞的人 因為這種勞動技能 雖然需要體力和技巧 但也一定離不開 長眼累月的練習 能夠贏得比賽的人 一定是村中幹活最多的人 雖然大家都被護了滿身的悉泥 但是也在護沧中 感受到了勞動帶來的樂趣 護沧的歡樂 也就成了實驗平村的人們 對家鄉習俗的記憶 勤勞的耕田勞作讓人們獲得了 安定富足的生活 而在長期的勞動中呢 人們也發現 因地制宜 並且適當地運用一些技巧 不僅會省力很多 也會為枯燥的勞動增添不少樂趣 生活在太湖附近的人們呀 會俯卧在大木盆裡摘純菜 因為只有水面下的純菜 才是最鮮嫩的 為了能夠吃到掛在樹頂的椰子 人們呢學會了徒手爬樹 甚至還把這種技能變成了 趣味十足的比賽 石斑魚肉質鮮嫩 但是呢卻生活在礁石的縫隙中 於是捕魚的人練就了 不需要氧氣瓶的前捕技能 在實驗平村呢 有一道傳統美食叫火簾圈 食材是村中野生的黃扇 黃扇不太容易抓到 它的身體表面呢有一層黏液 稍不小心就會從手中劃掉 雖然黃扇難抓 可是村民卻告訴我們 全域民是村中抓黃扇的一把好手 在實驗平村 黃扇並不少見 村裡的水田和河裡 都能發現黃扇的蹤跡 但是眼下 稻田裡的水剛剛灌滿 黃扇並不好找 於是全域民帶我們 到村口的河裡抓黃扇 抓黃扇首先要選對位置 黃扇一般喜歡棲息在安靜的水面下 河邊的泥土 樹根 石縫 都是他們的棲身之所 因此 全域民選擇了河對岸 一處樹根盤繞的地方 準備碰碰運起 令我們沒想到的是 剛剛到達選定的地點 就發現了小黃扇 這個是什麼 這就是小黃扇 小黃扇 這麼小的 大概有多長時間了這個黃扇 這個黃扇 就是一個星期吧 才一個星期 對 那就說明這個地方 肯定是有黃扇的洞 對 有小黃扇 肯定有大黃扇 這個肯定不止一條 這個很多了 這個下面都是嗎 這個小的黃扇 它都躲在裡面 看見了 看見了 肯定是很多了 下面真的 還有好多小魚 對 這個就是火裡面的小黃扇 很健康的 很活潑 它大概需要多長時間 才能長到 就是你需要的那麼長 火裡面長得比較慢 不比人工養的 它要最少兩年 但是光找到黃扇的 大概位置還不夠 要想抓到成年黃扇 必須要準確地 找到黃扇的洞穴 你看這裡 這裡不是有個 比較深的洞穴嗎 它就來得出 它從這裡 透氣的 它是透氣的 就說它周圍是有點光滑的 那個地方是吧 你看這個樹勁 它沒有泥塵嘛 它進去就是把那個泥塵打散 它這個上面就有泥塵嘛 對 這裡面就沒有泥塵 就那一段沒有泥 對 那一段在下面很乾淨 我們在上面看到的洞 只是黃扇的透氣口 黃扇的主洞在水底 由於我們選擇的這處河水較深 它必須要潛到水底 才能有所收穫 抓到了 抓到了 裝一下 要怎麼裝 我怎麼抓不住它 我怎麼抓不住它 我怎麼抓不住它呢 我怎麼抓不住它呢 抓防身的時候跟你說 手要輕 你不要把它弄疼 我看你怎麼弄啊 你怎麼把它抓出來 你像這樣就可以了 它就不會跑啊 像這樣你不要太用耐 它就不會跑了 OK 等一下 你別用耐啊 別用耐輕輕抓 剛才因為沒有掌握這個技術 就拿不了 一抓它就跑 那這個黃扇還是可以被馴服的 那肯定啊 輕一點 你看對它溫柔一點吧 嗯 它現在就很聽我的話 由於在水面上 只能確定黃扇洞穴的位置 並不能看到黃扇洞穴裡的情況 所以 不是每次下潛 都能夠抓到黃扇的 通常一個下午的時間 全域民在河裡 只能抓到兩三斤黃扇 而剛抓到的黃扇 並不能馬上用於火簾圈的製作 必須放在清水中養十天左右 才能製作火簾圈 而且我發現 哎呀 你看到了嗎 對 是活的呀 對 活的 火簾圈就要活的 現在可以打開我看一下行嗎 可以了 它還在凍著在鍋裡頭 那它可以 它說這道菜必須要活的話 它沒有那麼 對 它死了以後它不會 它就是 死了以後它就沒有那個血 它就已經流過了嘛 它就不會那個火簾圈 就行不成那個圈了 就是我們做的 最後就要讓它成為一個圈 火簾圈 火簾圈就是最後 好了以後就這麼大個圈 原來 製作火簾圈的黃扇 並不載沙 而是活著下鍋 所以 在黃扇抓回來後 才要在清水中養一段時間 以免黃扇身體裡的泥沙 影響口感 隨著鍋內溫度的升高 和不斷翻炒 黃扇漸漸變得卷曲 在加入簡單的調料和水燜煮後 實驗平村的傳統美食 火簾圈就可以出鍋了 盛放火簾圈的器皿 是村裡特有的桃碗和土爐 燃燒的炭火 會保持碗中的湯汁 一直保持沸騰狀態 沸騰的湯汁 不僅有助於保存黃扇的鮮味 還會在吃的過程中 讓黃扇更加入味 因此火簾圈還有另外一個響噹噹的名字 盤龍黃扇 由於黃扇在製作時並沒有載沙 因此品嘗黃扇美味的時候 還要掌握一定的技巧 好 吃給你們看 好 夾住頭這樣 把它夾住頭這樣夾起來 更加硬碎 還是很有技巧 熬一下就撕下來了 那它的內臟呢 把內臟拿出來就可以了 這個紅紅的是黃扇的血 血 對 血熔養很高的 黃扇的血 就一定要吃嗎這個血 對 就是為什麼要吃活的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吃它的血 內臟拿掉了 這個內臟就這麼拿掉了 對 這個就可以放行大膽吃了 沒有內臟了 一定要把進去咬蛋 然後這樣脫 撕 對 對 對 蠻快的嘛 對 放下來 然後這一半就是都可以吃了 對 對 它沒有內臟 這一半就沒有內臟 對 好吃嗎 好吃 好吃 特別好吃 就是那個鮮味都在裡頭 對 對 就是這樣 就是我們盤動房吃梗球的 那鮮味它就不會掉 對 對 對 它就有那種核鮮的那種味道 對 對 對 就比那個草的 它的這種核鮮的味道更重 比砂鍋那個鮮味比較更重 香味更香 春秋兩季 是黃扇最肥美的季節 每到這個時候 實驗平村的村民 都會抓些黃扇來嘗鮮 對於村中的孩子們來說 到河裡摸黃扇 是他們最喜歡的遊戲 而對於歸鄉的人們來說 只有吃到了火簾圈 才算是真正回家 圖片上的這個人呢 叫龚鑽寶 也是實驗平村的村民 今年70歲的龚鑽寶 在村裡的油房工作 已經有40個年頭了 到現在依然堅持在為村民打油 閒下來的時候呢 他還會自己打鐵 製作勞動工具 龚鑽寶說他非常喜歡勞動 不勞動就會筋骨疼 心情也不好 在實驗平村 人人人都有自己做得好 喜歡做的事情 全域民最喜歡的就是做菜 他告訴我們 雖然自己曾經外出念書 也在外面工作過幾年 但是還是覺得家鄉最好 而最讓他難忘的是 家鄉醃酸的味道 其實用醃酸的方式 保存食物的方法並不少見 西雙版納的歹族 就把牛筋 牛頭 牛角 醃製以後使用 而貴州省利波縣一帶的布衣族呢 會在醃酸肉之前點燃稻草 來熏醃肉的壇子 那麼實驗平村的醃酸肉 究竟有什麼特別之處呢 在實驗平村 會做醃酸肉的年輕人已經不多 全域民之所以會學著做醃酸肉 是因為在離鄉的幾年裡 醃酸肉的酸香對於它來說 就是家鄉的一個標籤 雖然也試著做過 但是總不如家鄉的地道 大米粉是製作醃酸肉必須的一種食材 因此全域民起床後的第一件事 就是墨米粉 把墨好的米粉小心收集起來 就可以開始醃酸肉的製作了 將五花肉切塊後 放入鍋中大火燜煮 熟透後盛出晾涼 就可以給豬肉加米粉了 加米粉時一定要確保豬肉的每一面 都沾上米粉 而且要薄厚均勻 它以前為什麼蘸這個米粉 它就是以前也就是通過 那個老背人試驗出來的 如果你不蘸這個米粉 它就是肉粘著肉 它就會容易腐爛 容易爛掉 再說這個米粉它可以吸收 一部分裡面的水分 把它吸出來水分 明白 其實這個粘著這個 沾米的這個粉其實很重要 除了醃酸肉 食鹽平村的人們 還會用這種方法 來保存各種蔬菜 由於都是將食物放在缸中 密封發酵 人們把這些菜 統稱為豐缸菜 而豐缸菜的另一個代表 就是酸辣椒 不同於醃酸肉的製作 酸辣椒的製作 則需要一定的技巧和耐心 將辣椒從一端切開並掏空 這一過程要非常小心 辣椒不能切破 因為辣椒的完整預負 直接影響到下一步的製作 掏空的辣椒 要灌入按一定比例混合好的 大米粉和糯米粉 因為辣椒含有較多的水分 還需要在米粉中加入少量的鹽 灌裝的時候 一定要講究分量的拿捏 像這個大辣椒的話 你要灌的時候 要把它稍微捏一下 要把它捏扁一下 把它捏扁一下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太多了 這個太厚了 那個米粉 做的時候不用太熟 那我也來做一個 可以嗎 你這只要灌第一勺子的時候 就把它敲一下 這樣 這個辣椒 你不要灌多 灌多了敲它就緊了 就灌一勺子的時候 就把它敲一下 它就下出來 裡面那個粉比較少 少它不會太緊 那我這個是不是灌得太緊了 對 灌得太多了 上面就不用敲了 把它捏一下就可以了 捏一下 不要灌它 看起來很簡單的工作 但是我一做還是不對 對 做豐缸菜 有幾個關鍵的步驟 首先是原料的處理 再者就是裝痰了 處理好的辣椒和豬肉 分別整齊地 碼放在痰子裡 再用這種植物的葉子 來壓實裡面的食材 來 這個是什麼植物的葉子呀 棕樹啊 棕樹 就是我們拿來做棕床墊的那個棕樹 對 為什麼要選用棕樹的葉子呢 因為它這個 一個是比較長嘛 它比較有韌性 它不會淡掉 它不會淡 我聞一下 好大的那個 煙酸的味道呀 以前做過來 它就有這種味道 用來封鋼的棕葉 只要不壞掉 就能循環使用 這樣不僅可以加快食材的發酵 也可以讓味道更加醇厚 封好的豬肉和辣椒 要放在陰涼通風的地方 進行發酵 不同於我們常見的儲存方式 全域民把檀子倒立了起來 原來 食鹽平村全年溫差較大 如果用泥風 就很容易 因為溫差造成的熱障冷縮 使泥風裂開 而正立檀子用水方存 又會因為蓋子過輕 在發酵的時候造成漏氣 於是人們就想到了 將檀子倒扣的封存方法 而之前塞進檀子裡的棕葉 除了在倒扣時 能夠防止食材下落外 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的作用 那就是我們的那個 其實裡面放的那個棕草 是特別重要的 那對 關鍵就是那個棕葉 那個棕葉它透氣性比較好 它裡面有多種的氣體 它這個裡面這個菜 通過發酵以後 它會產生氣體 因為那個棕葉比較疏鬆 它會透過那個棕葉 從裡面冒氣泡出來 再一個就是 如果裡面菜太乾了以後 太濕以後 它那個水會往下流 它會流下去 如果太乾了以後 它會把那個裡面的水 把它吸上來 哦 我們做成功漁粉 其實全部都在那個棕葉上面 那有很大關係 通常 封缸菜在發酵一個月左右的時候 就可以食用了 而做好的封缸菜 可以保存一年甚至更久 需要的時候從毯子裡取出 不需要複雜的調味 經過簡單的製作 就成了實驗瓶最有特色的傳統菜藥了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做好的 豐肛的辣椒和這個叫酸豬肉 對 這個我看就是已經是 兩邊都煎成這樣了 我們這邊叫魚兒辣椒 為什麼叫魚兒辣椒呢 你看 這個形狀 像不像一條小魚 真的像 我嘗一下 嗯 有一點酸味 糯糯的 有那種酸味 然後呢還有那種泡椒的那種酸的香的味道 就是要這種味道嗎 其實最後這道菜吃的其實就是中間的這個糯米 對 嗯 太好吃了 現在有嚼勁了吧這個糯米 嗯 而且我們當初放過 我們關鍵說是米混 對 現在出來以後你看 現在就是黏在一起了 經過發酵和燜煮 魚兒辣椒發生了神奇的變化 而醃酸肉也因為發酵 而變得肥而不膩 酸香适口 這也是最能夠代表實驗平村的味道 從張家界市區到實驗平村 需要兩個多小時的車程 也正是因為地處偏遠 使得實驗平村的各種民俗傳統得以保存 走進實驗平村 你會看到連片的梯田 村民們呢依然採用最原始的方式來耕作 居住的還是傳統的木製房屋 他們認為保存老房子就是保存老傳統 實驗平村的人們就地取材 自喜自足 從土地中獲得生活所需 從勞動中獲得喜樂的生活 好了 今天的節目就是這樣 感謝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時間再見